阪山道以色列持续空行 伊巴嫩的同时再度对叙利亚发动了攻击 画面中看到的是叙利亚当地时间8号首都大马士革 有一栋住宅大楼遭到飞弹击中 造成了7人死亡还有11人受伤 叙利亚当局就表示不幸死亡的7人当中 都是平民包含了妇女以及儿童 而这些飞弹都是从戈兰高地发射的 虽然已经拦截了部分飞弹 却还是造成了死伤 而近期以色列空行连发 也凸显整个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当中